譬如說我今天要把剛剛的改寫 剛剛是跳Input Box輸入 可是那個小小的看不清楚 然後那個Output是Mesh Box 也是小小的看不清楚 所以如果說我要解決這個方法 我乾脆直接拿什麼 拿Excel當成輸入輸出的一個介面 我UI就直接用Excel來處理的話 怎麼做 我DEMO比如說我請輸入年齡 我就直接把我的標籤寫在 A1 讓它輸入的地方寫在B1 然後我輸出就是評語 比如說我今天輸入多少 輸入55歲 然後記得要跳離一下 按一下判斷 它可以幫我輸出評語 到這邊撞人 也就是說 本來Input 是用Input Box 但是現在我把它改成什麼 直接讀取什麼 這個位置裡面的詞 也就是這個位置裡面的詞 我怎麼去透過VBA幫我讀取 其實相當簡單 VBA我覺得它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Excel裡面所有的資料 都可以做任何的應用 也就是以前你只要滑鼠鍵盤能做的事情 VBA都可以幫你全部解決 也就是以前你可能要做很多很多連續 重複性的動作 那你只要會寫VBA的話 其實也就可以全部串在一起 那就完成了 全部都可以 你想說VBA有沒有限制 沒有限制 你滑鼠鍵盤能做的事情 VBA都辦得到 OK 而且甚至 可以把你一整天的事情全部出來 我剛剛講過 真的蠻多同學 學完之後 每天本來以前的寫照是每天忙忙忙 加班還做不完 學了之後真的差太多了 感覺整個神經氣爽 愜意的不得了 而且還有時間跟人聊天打屁 事情還做得完不用加班 那就差太多了吧 所以有效率的工作跟沒效率的工作 真的差距太大了 這我也不是吹牛 真的我是眼見 真的看到了 同學剛開始 而且另外還有一點不一樣 就是他的自信心 剛開始他沒有專業 沒有那方面專業的時候 真的很沒信心嘛 感覺好像人家問他什麼 他就會覺得好像很困難 但現在不是 充滿著希望 感覺好像沒有什麼不可能的事情 OK 我也蠻有趣的 學這些東西 其實我覺得最大的好處在這裡 因為你至少知道吧 你不會活在過去 像有些人就活在過去 聽他講話就知道了 聽他講兩三句話大家知道 他一直活在過去當中 像我都很喜歡把他喚醒 你不要再想過去了 看看未來吧 多麼美好 對不對 很多東西 會的都不一樣 OK 所以我們 回到這邊來看一下 如何做剛剛這件事情 其實程式只要改兩個地方就OK 哪兩個地方 就是input box 改成這個 這個叫什麼 在VBA裡面 這個 它有一個物件名稱叫range range刮壺後面跟他講 哪一個儲存格 這個叫b1 所以你就給他做 range刮壺 b1的東西 那如果你要讀取的話 就是放在後面 後面寫到前面去 那如果你要輸出的話呢 剛好顛倒 有沒有 把那個什麼呢 你要輸出的 寫在Meshbox 換成range b1 b2就可以 所以我的改法是這樣 1 我先到開發人員裡面 把剛剛的程式 稍微做個變 直接拿來改 我剛剛這邊改過 那改的方式的話 我直接拿什麼 拿上面的上面的來改 比如我第一個 我把這一段 我先刪掉 1 我直接拿上面的複製貼上 直接改一個sub的名稱就好了 特別注意我複製貼上 以前是Ctrl-C,Ctrl-V 不過我的習慣是 拖拉加Ctrl-鍵 拖拉加Ctrl-C,Ctrl-V 所以你會發現我常常都是 快速的複製 都是用這一招 Ctrl-鍵按住就好了 所以你會發現我這一隻手 我這一隻手要拿麥克風 所以我寫程式真的只有一隻手 我都單手寫程式 所以我說也可以一邊單手寫程式 一邊另外一隻手還可以 所以我記得我最辛苦那個時候 小baby剛出生的時候 我真的是一隻手抱著小孩餵奶 一隻手還要寫程式 這是過去的 OK 那再來的話就是把這個名稱改一下 年齡判斷2 那Input Box特別說 Input Box請你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麼呢 改成這個 這個東西我剛剛講過 這個東西的話叫Range 這個可能要記 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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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VBA里面 他比较人情味一点 他就是不管 不过这个也是缺点 因为很多学过VBA之后的同学 因为他包容性太大 所以反而忘记了 OK 应该转型 所以Python刚刚转型 这边不用转 OK 然后再来的话判断 那一样 最后呢 要把结果什么 刚刚Metrobox 跳出来 不过你现在执行的话 应该会 应该也是OK 只是说他会 他会跳在这边 但是我如果不要让他跳这边 我要让他输出到这里的话 那我其实只要把Metrobox 改成叫Range B2 这个叫B2 所以改的方法就是 把这个Metrobox 抵制掉 然后呢 把什么 把Range B1 这个复制过来到前面 把它改成2就好 那这边改成等号 后刮弧拿掉 这样都OK了 不过有很多个 好像要这样转 所以我们比较聪明的做法 好像就是把这个 这个这一串 然后直接把它改成 这个 这个的话 Range B2 等于 全部取代 这样比较快一点 糟糕 这样好像上面也取代掉了 所以把它取 先不管 先把这边先搞定 后面后刮弧拿掉 这样就大功告成 所以其实只是说 把刚刚的那个 Inputbox 放后面 输入 输出的话 就是把这个东西 丢到哪里 所以特别注意它的位置 那等号在这边 扮演的角色 这边注意 有点像是负与值的意思 把后面的东西 负与值到前面去 OK 所以这个概念要清楚的话 以后要改 应该就会比较简单一些些 这里的话 请各位 请不吝点赞